网红小吃螺蛳粉具有独特的风味 在中国各地 爱它的食客欲罢不能 但是也有民众惧怕其臭味 颇为抗拒 其臭味的主要来源是酸笋 闻起来酸臭舞鼻 吃起来酸爽可口 被称为螺蛳粉的灵魂 在柳州柳北区石碑平镇刘修村白石屯里 家家户户都种植着螺蛳粉的灵魂 一天就能生产20万包螺蛳粉所需的酸笋 日前正是竹笋丰收的季节 竹林里随处可见新鲜的竹笋 每天为保持竹笋新鲜的状态 凌晨四五点 笋农就背起铲子到竹林中产笋 只见它抬起铲子 用脚一踹 伴随着一声脆响 一颗竹笋便被产倒 完成它成为酸笋的第一步 最近几年螺蛳粉产业的火爆 竹笋种植成为留修村村民脱贫致富的好方法 近一千亩竹笋供不应求 从零四年到零九年 产量也不是很高 带壳的每年也就是一两万斤 虽然这么多什么钱 17年到18年 市场开始缺货了 断货了 供不应求了 而且有好多加工的厂商 也主动联系到我们团了 直到我们这个地方 有大面积的种植 这个麻笋的产量也上来了 早上九十 完成收获的笋笋陆续将自己几十到数百斤不等的竹笋卖到收购点 剥笋工人把手中的刀用力一划 整根竹笋被开膛破度 白中带黄的笋肉被完整偷出 再削掉外部残留的笋皮 一颗鲜嫩的肉笋便呼之欲出 肉笋被剥出后必须立刻加工 不然水分就会挥发 表皮变得干瘪发黄 四个酸笋加工厂的工人将刚刚剥好的竹笋装上车 火仓被塞得满满当当 直到笋堆得和人一样高 像这样从刘修村运出的竹笋 每天能有七千斤 竹笋被拉到工厂后 先进入一个大池中进行清洗 随后这些数以千计的竹笋 在砧板上被一一切成小块 在切丝机刀片的作用下 竹笋被削成筷子粗细的笋条 自此竹笋所受到的物理攻击结束 开始进入发酵工序 人类有趣的灵魂百里挑衣 螺丝粉的灵魂也是一样 不同的发酵工艺和环境 都会对酸笋的口感产生影响 该家企业采用的是 笋条和山泉水共同发酵的工艺 经过两个月的发酵后 笋条就会被赋予灵魂 初步形成独特的酸味 再经过拌料 调味等工序 给螺丝粉准备的酸笋就一切就绪 螺丝是比较鲜的 螺丝汤的鲜是体验了一个粉的 一个最终的味道 然后的话就酸笋的酸 酸的话就是融合这个汤 结合酸与鲜的碰撞的话 就更能刺激人的味脸 所以说比较吸引人 每一个东西都突出一个酸笋的酸 螺丝汤的鲜 辣椒的辣 这就是一个螺丝粉的最主要的特点 目前该厂日均能生产20万袋 左右的酸笋调料包 看似产量巨大 但也仅是柳洲螺丝粉产业 每日对酸笋需求的六分之一 2018年 柳洲预包装螺丝粉 日产量超过120万袋 销售收入近45亿元 柳洲市官方预计 螺丝粉产业还会快速增长 2022年 袋装螺丝粉销售收入 实现100亿元 配套及衍生产业销售收入 实现100亿元 2022年 继续适合 肉丝粉红彤